这个问题或者能够很圆满地处理 比如我先提这个问题 我不打算在这里来处理 因为这是一个很细节 而且很详细的一个解圣经的问题 《书来及记记》第四章 提到耶和华上帝在路上遇见摩西 后来她太太为她的儿子行割礼 那段圣经是很笼统地交代这件事 问问题的同学说 为何以为想杀摩西呢? 我想我的答案是 我不是上帝 我不知道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不敢随便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历代以来的解圣经的学者有很多的推测 不过我们到头来要承认这段圣经的资料给得很少 她本身没有解释为什么耶和华要杀摩西 如果圣经没有解释到你代他回答的时候就问责自负 到时见到上帝的时候 上帝不会帮你承担责任的 所以我估计最理想的做法就是留一天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 或者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占一张纸子给他 你问他 我不敢回答 不过你可以参考很多冲埃及记的注释书 例如英文的很出名的耶鲁大学去了邮教育教授 他那本冲埃及记的注释 或者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urham的注释 或者犹太人的注释Casuto 冲埃及记的注释 或者你任何打开一本负责任的注释书 所以他都应该告诉你过去有什么人尝试如何处理过这个问题 很详细的内容我就不想交代 另外一个问题就很有趣了 我们试过提过有一堂耶鲁说是没有性别的 不是男不是女 但为什么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往往只是提到天上的父阿爸父亲爱的天父 而不用天上的母亲的姓夫呢 请解释 更多谢我 很有礼貌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很前卫的神学院 开始祈祷的时候 就是称呼上帝不叫父阿爸 叫God the parent 不是叫God the son 就是圣子 不是God the child 某一个角度看就好像很灭窃 要跟跟计较 我都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但另一方面他们这样的做法 也都是有一个意义在处 就是强调性别 只不过是人的语言本身的限制 而不是圣经里面代表 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男人 耶稣基督道成人生是一个犹太裔的男人 但是圣子在三位合一的上帝里面有没有性别的呢 所以God the child 还是God the son 这个是可以有讨论的余地 不要那么快去brand了他们的身派 或者说什么疑端之类 事实上如果你想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 我提一个观察给你考虑一下 就是圣经里面 其实提到上帝是父亲 在旧约是很少的 很少的 我的教授曾经在一堂的教堂里面 他尝试去列这个经文出来 他列了三段经文 那三段都不是直接称上帝为父亲 称上帝为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主耶稣的时候开始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能够称上帝为父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不是因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直接 所以这是新约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进到父神的面前 那个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建立的 所以这个父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不是我们直接 旧有圣经很少提 相反旧有圣经里面 如果有提到上帝是好像妈妈那样的经文 就是我数一数 这里起码有十段 你记得的有些 妇人因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我的心我不敢去揣测那些虚妄的事情 就好像一个婴孩在她妈妈的怀里面 即将上帝比喻为母亲 在旧有圣经里面 这一种的说法 并不少于将上帝比喻为父亲 所以这个性别的确不是 圣经当中对上帝的一个attribution 这个是和嘉南的文化神话 强调上帝是一个非常之有男性的 特征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的确是没有天上的母亲和天上的父亲 来到好像配对那样 天主教会尝试承接着教父时期的说法 称玛丽亚为天母 或者神的母亲theothothos这个说法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玛丽亚在圣经里面的位置 只是主的母亲极其量 所以教父的时候为这个问题争论 有另一个说法应该称他为基督的母亲 不要称他为神的母亲 他更加不是天母 不是天上的母亲 他没有这个代表的功效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另外一个问题说 是上帝对罪人的审判 而不是在这个代表邪恶的味道或者含义里面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是上帝对罪人的审判的交代 而没有在这个洪水的故事 就是圣经的记载里面 我们似乎看不到这个邪恶 是在洪水里面代表 但是上帝审判世上的罪恶 当然是上帝和邪恶的战争的一部分 但是水的位置和含义就有些不同了 有同学很心水清 所以他记得要问我 上帝没有形象的 那为什么他按自己的形象 做男、做女、做人呢? 我自己的了解就是 在那一树不是《旧约圣经》自己自打嘴巴 上帝的确是没有形象的 我们不可以用任何受造之物 来代表上帝 但是《创世纪》那树所提到的 不是那个样子的问题 历代以来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关于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的解释 甚至有人做博士论文 去讨论2000年来对这个解释 是怎样看法 但是太多的揣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如果你打开《创世纪》一章至五章 看用这个形象的说话 这个不单止按着神的形象做人 亚当的后裔 《创世纪》第五章的说法 都是用了同一个表达的方式 按着亚当的形象 就是他的儿子 什么意思呢 没有解释到的 没有解释到的时候 很明显是当时一个大家都明白的术语 是不需要解释的 过分故作深奥或者神秘的解释 因此就是不适合的 不是只有少数神学家才能够领会的 例如那说是说人的灵魂 人的能够思想的智慧 不是说这么深奥的东西 那说大概所说的是 古代近东一个很流行 到今天其实仍然流行的观念 你拿一个银币出来 上面有哪个的形象 有皇帝的形象 是什么意思 是权力的代表 这个形象和那个样子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你拿个洋子经的币出来 看不到 拿一个皇后大道中的 那个女王银币出来看看 是不像样子的 但那个是代表英国在香港统治的权兵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做人 在创世的一章的上下文里面 说的是权兵 治理的权兵 多过是在说那个样子 这章也是在用一个古代近东的文化的方式 来表达这个治理的问题 所以在那章跟那个形象 跟那个样色 就是跟那个样子的关系不深 更何况 在那章用的这两个字 其实对熟悉摩西五经的犹太人来说 是立刻会亮起红灯的 因为那里所用的字眼 正正是偶像 那个像的同一个字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联想到去偶像 即是警告了你 不是那一回事 不是那条路 不是在说那个样子 是在说那个权兵 上帝将管理的责任交给 留意 做男做女 男女一起承担管理大地的责任 不要将一半的责任 只是局限在锤房里面 这个真的是半边天 上帝这个治理的责任交给男 交给女 这个似乎是创世纪一章的意思 和这个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 或者都可以很快就来处理 神创造之前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呢 如果照我们那次讲邪恶 讲创世纪第一章 那时候似乎好像不是 六日创造当中 神做与野兽非了 是否从无造有 当然是从无造有 好了 教会这个creative ex nihilo的教义 犹太教这个教义 不是一个错误的教义 是一个正确的教义 的而且除了上帝之外 没有永恒存在的物质 没有永恒存在的理念 和希腊的哲学完全不同 我们所强调的 只是创世纪里面 不是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有时我们有一个错觉 以为一切真实的东西 都一定要在所有圣经的经文里面 都出现齐 这个就好像在犹太人当中流行的说法 就是如果五经里面没有提的 就不存在的 所以麦基世纪是无父无母 无生之始无命之中 希伯来书的作者 要用了这个犹太人的观念 来举例说出耶稣基督 为什么比阿伦的祭司 利美的祭司更高一时 创世纪没有提麦基世纪的父系 没有提他什么时候出生 什么时候死亡 不等于他没有父母 正确的教义 不一定需要在每一次经文提到 那件事的时候都要说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强迫圣经 去成为一本神学的教科书 圣经有它自己的agenda 在创世纪里面的agenda是邪恶 是混乱 是秩序 不是从母造有 从无到有的教义 在圣经里面见到 不过不在创世纪第一章 在新约见到 在诗篇见到 不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见到 这个只是我们尝试去解释 创世纪的时候所强调的 不等于创世纪没有讲 于是就不是从母造有 又不等于从母到有 一定是真的时候 创世纪一章就一定要讲 明明那个逻辑的关系 不要骂乱这件事 另外上一堂提到那些诛神的问题 引起很多的反应 我想我可以归纽 几个不同的问题的问法 都是回来到 其实关键就是 在我们接受西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的分头下 我们对于邪灵就很舒服 但我们对于诸神的说法就很不舒服 这个是文化来的 这个不一定是跟真理有什么冲突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我跟你说一堂邪灵 魔鬼 你会说对啊 是这样的 这个是西方文化底下去诠释同样的一件事 用不同的语言 用不同的说法 如果我给你看Milton 说到撒旦 露西忽如何在地狱里面 两只角 一条尾 握着叉 坐在宝座上面 你会觉得 真的画得漂亮 如果我做个基路柏 看那个考古的样子 给你看看巴力 站在海上面 那个样子 你会觉得很厉害 这个是文化的 怎么说 就是那个不习惯的原因 多过是那个真理的原因 你叫它邪灵也好 你叫它什么也好 我们总同意一个事实 就是 除了人类的世界 这个看得到的物质 包括看不到的微菌的世界之外 之上 有这个灵界 在这个灵界里面 新约旧约圣经都同意 除了上帝 独一的上帝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听其他的宗教的经验 告诉你 他会在打坐的时候 遇到很多灵的实体出现 那些不是骗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说 小心 灵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游戏的地方 不是我们一个可以在里面 随随意意流离浪荡 玩一轮回出来的 那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 不是我们随便去碰的境界 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 所以我提醒大家 一个句话说 不要向灵界没有条件 没有保留的开放 这个很重要 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警告我们 我不介意你叫他做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上一堂讨论的焦点 上一堂我们讨论的是 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 万君之耶和华 这一句说话 在先知书里面是这么突出 它是一道门 带领我们进入什么的真理里面 它和我们提到上帝至尊的为止耶和华 独一的真神 在这个宇宙当中 那个崇高独一的地位 但它同时也提醒我们 有其他的势力 在看树的事实 这个是我们同时要掌握的 这个其他的势力的表达 在不同的文化当中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很坦白说 在今天这个所谓世俗的社会 高科技的社会里面 大概不会是用邪灵 或者诸神的方式出现 虽然在香港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出现 但是毒品色情 罪恶 家庭的破碎 这些豈不是邪恶的力量 出现的种种不同的化身 我们不是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只是在表面上 只是根根继架于这些字眼的问题 我们要掌握的是那个真实的实况 那个现实当中 我们的信仰是一回来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可以谈到 万军之以和华 这个天庭神学 是不是比西方基督教哲学化了的神学 更加接近东方的人民 东方人的民间宗教呢? 如果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入手处可不可以大胆地说 我们基督教所表达的神 比他们民间宗教所拜的神 更灵验 当然这只是限于入手的时候这样说 如果人们信主之后 我们仍然应该教他圣经的真理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西方的神学 请问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不同意灵验那两个字是这么多的 我很同意如果我们要向 特别像像我的外母传福音的时候 他很神心 守齋拜佛 到处去装香 又发了誓愿 我跟他说这些是不存在的 只有一个神而已 我想我跟他是根本两个世界的人 我相信从旧约去看这些诸神是一个更接近的入手方法 灵验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 上帝不是说是否靓靓的 因为如果纯粹从灵验来说 我们很容易被人欺骗的 魔术师也很靓的 对不对? David Copperfield 那些魔术多靓 你真是不知道他怎么变出来的 那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所以灵验只不过是一个现象来的 圣经里面从来都不是这么说的 特别是旧约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 如果有先知在你们当中兴起 他走过神迹出来很靓的 你不要跟他 你总要分辨他所教你的 是否跟上帝透过圣经里面的教导 当然应该对以色列人说 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所以我想检视哪一个是真神 不是单单从灵验出发的 真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不是单单靓不靓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以赛亚书里面看 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就是历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在历史当中 上帝有什么的作为 这个是金堂我们要处理的一个主题 所以或者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进入到我们今晚的内容 我们同心祈祷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 苦福在你的面前 因为知道天上地下 再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今天认识你 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和把握 我们知道你是宇宙万物之上 独一的真神 我们敬拜你 我们也等候在你的面前 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进入圣经的教导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自引的上帝是 旧约圣经一句很特别的说话 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 也是马丁路德他的神学思想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所以这一堂我们从旧约开始 但是不能避免我们要用马丁路德来结束 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想找回 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 这16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留意到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实 这个事实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特别提到自引的上帝 这个这么特别的说法 有很深切的关系 这是什么事实呢?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讨论上帝是创造者 和讨论上帝是拯救者 这两个的神学主题 在这16章的经文里面 是非常集中的 创造和拯救 事实在今天西方的神学里面 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题目 所以华人教会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的缺陷 就是说我们很强调拯救 但是我们很忽略创造 上帝拯救我们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说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是我们创造的主 我们就呆在那里 一句都说不出 全福音的使命 我们人人都不敢认识 理所当然的 但是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责任 我们就有很多争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下意识地 将拯救和创造分割了 这个情况在西方尤其严重 以至到很多学者讨论问题的时候 不但在系统神学上 通常创造是胜负的部分 拯救是圣子的部分 如果他写三套的神学巨主 第一套就是创造、圣父 第二套就是圣子的拯救 第三套就是圣灵 然后到成圣、末世等等 这些是很不幸的分割 而且甚至入到旧约的讨论里面 都是这样 在旧约里面提到创造和拯救的关系 都承杂了西方神学里面 在这两个主题割裂的情况 John Goldingay 是一个我很佩服 也很尊敬的旧约学者 他很年轻 在Nottingham St.John的 圣公会神学院里面做院长 他的博士论文 在最后那章里面 就讨论旧约学圣经 创造和拯救的主题 怎样可以摆在一起 从这个讨论的手法 你就看到他的假设 就是这两个主题 本来是分开的 但这个不是旧约学圣经里面的情形 或者只要我们细心地去读一读 我们就发觉在创世纪40到55章里面 这两个的主题事事是一起出现 而且经常一起出现 而且出现的次数是集中到一个程度 令你有些出奇的 事实上 在《旧约》里面提到创造和拯救 是两组的词语 我所称为两组的意思 就不像中文 中文我们说创造就创造 所以你有时 如果你留心读和合本的以赛亚书40到55章 你会发觉很脱黑的 是上帝所创造造造作 是上帝所作成造出 他要用很多不同的中文字 因为原因在希伯来文里面 只是创造这个观念 可以用超过10个以上的动词来表达 有些情况下就容易一些 因为他可能是用建立 用建立 用这些观念 但有些时候真的很难在中文里面分别的 创造造造造造成 站人边那个做还是餐厅那个做 都要用到这些这样的方式来辨别原文上面 有时他两三个这样创造的动词 是沉在一起出的 我们一会有机会读到这些经文 你就可以欣赏一下和合本的译者 怎样挣扎的 来到去翻译出这些 翻译不到的这样的情况 拯救都是一样 我们今天中文讲拯救 最多是够熟 还有什么 好像没有了 希伯来文这一组的词语 也是很丰富的 十几个这样的动词 有时是帮助 有时是救败 有时是买熟 有时就是拯救 所以在翻译上面 我们发觉中文的和合本圣经 就一定不能够很贯彻始终 来到去翻译出这种 在原文里面 很丰富的 一组的词语的情况 这个情形其实都跟文化有关的 我们中国人不是很 在创造和拯救这两个的观念上面 不是很丰富的 一个比较上没有宗教的味道的情况分别 就是如果你读《约》有诗经 你发觉有时候《约百记》也好 或者一些《诗经》里面提到《诗子》 《希伯来文》有十个八个不同的词 都是解诗子的 一译中文就译不了 于是有刨敲的诗子 觅食的诗子 刚刚生了孩子的诗子 其实因为文化的分别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很多诗子 所以他们自然用很多不同的诗 来说不同的诗子 正如你去到比较冷的地方 你发觉关于下雨 或下雪 或下薄 那种情形 也是我们比较暖的地方的人 搞分不清楚 因为我去到英国读书的时候 听天气报告 我都搞了一阵 才知道那天到底是下什么 我们从来香港没有这回事出现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这些诗子 这些字类来说 宗教神学的语言都是一样 可能我们在另外的范畴上 我们有很多的字眼 另外一个也是很直接有关系的 在《罪》这个字眼 在《教育圣经》里面有三十多个字 中文也是翻译到 拗尽头学都找不到 我们对这个也是很笼统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留意到 《创造》和《拯救》的词语 或者说《智慧》 因为原文是一个字 翻译中文是两个字 上面是一个词语 其实出现的情形 在《以赛亚书》中间这十六章里面 是特别的集中的 而且是一起出现的 就是十个十个十个 就是全部都找得到的 我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 来麻烦你去一些统计的数字 所以只能够要求你信任 或者以后有机会 如果我出版到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 你再去和我查一下都没事 而就算在《以赛亚书》本身里面 1-39章和56-66章 和中间这十六章的圣经比较 这两类的词语的出现 都有很强烈的分别 集中的情形 是将这十六章的圣经 好像突出了 就是将它突出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四十到五十五章 我们不是去讨论它的作者的问题 不是讨论它的背景的问题 这个虽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一百年来 学者的讨论已经去到很远了 已经不再是我们 我们在心目中稍有接触的时候 还认为这里说的是 一个《以赛亚书》 还是两个 还是三个 已经落后了 这个讨论已经 现在讨论的是《以赛亚书》 如何形成 目前在美国 《Society of Rekord Literature》 他们有一个专题小组 是去研究《以赛亚书》的成书的过程 准备用六年的功夫 集合不同的学者 每一年出《以赛亚书》 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背景的问题 我们只是关心这两个的主题 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 我们发觉 整本的《旧约圣经》 这十六章是特别突出的 这两个的主题是很密集的出现 学者对于这个现象 就有几个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的解释 就是三十年代的时候 一位德国《旧约》的学者 很出名的 他就提出 写了一篇文章 提出 《旧约圣经》里面 关于创造的主题 其实是次要的 《旧约》是以救恩历史为主的 所以拯救的主题是最重要的 提到创造的时候 特别《旧约》讨论这十六章《以赛亚书》 他就说每一次出现 其实都是为了要支持 那个拯救的主题 于是说到创造 怎样证明上帝有能力拯救呢 就是他的创造 所以创造 是什么时候都是拯救的附属品来的 是个支持的论具 就是这么多的 拯救是个主题 创造是敬陪没助 一个 它称为一个subordinate的motif 不是主要的主题 这个说法 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旧约》学者抄袭 但是这个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另外的学者 都是他的学生 一个是Roth Randolph 一个是Hermason 两个都是德国的学者 他们的看法 就稍微更正少少他们的老师的看法 他们都认为 在《旧约》里面 特别在这十六章《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 创造和拯救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去表达上帝同一的作为 就是两件不同的衣服 有时上帝喜欢穿拯救的衣服出现 有时上帝喜欢穿创造的衣服出现 没有分别的 二而一 所以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其实你不应该根根计较 它是用创造的字眼 还是用拯救的字眼 都是在讲上帝的作为 就是这么多了 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看法 这两个看法就比较上 尝试去解释 为什么在这十六章《圣经》里面 这两个主题是会这么密集地出现 其中一个说法就提到 《以赛亚书》四十到五十五章 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被老的情况来说 以色列的被老他们的亡国 也都是被视为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刑罚 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详细去交代了 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了解 上帝和以色列立约 但以色列背约 于是上帝的刑罚审判就临到 于是他们就望国就被老 你只要打开耶利米哀哥看一看 或者你只要打开诗篇 譬如八十九篇你看一看 里面就是以色列他们问上帝 他说你不再是我们立约的主 你拆毁保护我们的尼巴 任不让外邦人进来踐踏我们 你不再捐沽我们了 所以他们被老 他们流放 他们亡国的事实 按照学者的了解 是代表着这个立约的关系的宗旨 现在先知提出这个拯救的讯息 但这个拯救已经没有了根据 没有了这个立约的关系做根据 立约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 被老到巴比伦的时候 上帝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已经终止了 现在在被老的当中 你要来宣布耶和华上帝要拯救以色列 有什么根据 于是照Hana这个美国的学者 或者Hark这个是奥地利的学者 他们的立论就说 先知要用到创造这个观念 来解释上帝的拯救 是一个暂身的开始 Creative ex nihilo 从没有造有 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就好像昔日由创造的时候开始 本来什么都没有的 上帝创造天地 现在在什么都没有的关系里面 上帝突然晴天霹力宣布 我要拯救你 这个行动用什么来表达呢 只能够用创造 这么彻底的 从没有变有的观念里面 是能够表达得清楚 所以他们解释 为什么要用创造的字眼 和用拯救的字眼一起出现呢 就是因为这个拯救 是这么新的开始 新到只有用创造的观念 能够表达得到 那个由什么都没有根据的 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那个拯救 这个是用创造的字眼去表达 最后一个的看法 就是一个美国的天主教的教授 他也是罗马教庭大学的教授 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就提出 他说 或者还有另外的意思 根据《以赛亚书》这16章的经文 上帝的拯救是一个更新的过程 而这个更新的过程所牵涉的范围 比起原来上帝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入加南 那个救恩历史是更加广阔的 广阔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在自然界里面 上帝今次的拯救是牵涉到 沙漠会变成粮田 牵涉到上帝会改变一些大自然的情况 也牵涉到第二个层次 就是救恩不单止临到以色列 也都透过这件事情临到外邦 所以在两者 无论在自然界或者在历史 Nature和History 在这两个范围里面 上帝今次所宣布的拯救 都是突破以前 他单单拯救以色列出埃及 是更加用英文来说 Universal 更加普及更加普世 而这个普世性的拯救 就只有用创造的观念 能够代表得透切 就是指范围来说 和第三个说法 指历史的中断 而再开始有不同的角度 这些都是很有根有据的讨论 正式的学术论文发表的 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就这样听完 我们可以说两篇道 很有熟灵的教训 但是《识经》的根据 稳不稳定呢 这是我们要处理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很多的教训 我发觉今天在港台上说出来 都很有教训 不过未必是《识经》那段的教训 不是不好的 这些道都很能够造就人 不过你要说他在解《识经》 那就有时未必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么好的教训 是否真的根据在《以赛亚书》40-55章里面 其中一个关键的焦点 就是在于你留意到 这些解释这些说法 都是基于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创造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吧 创造是一个新的开始 问题就是历史上的新 还是在自然界上一个新的改变 甚至说到在列国当中 救恩临到他们一个新的里程 所以你今天找任何一本的词典神学也好 希伯来文也好 提到创造这个字眼 我们现在把焦点又收集 从那十个八个不同的创造的词汇 我们收集到其中一个 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Bara 大家都听过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那个创造 那个字 Bara Elohim Eth Hashamayim Eth Haaretz Bara 那个字是出现在那里的 起初上帝创造 Bara 这个字 为什么我们选择出来来讨论呢 因为在旧有圣经里面 这个字出现了四十几次 四十几次当中 每一次出现 无论是Active 或者Passive 主动或者被动 那个 谁去创造的身份都很清楚 是上帝 这个字 从没有用在人 作为主体的情况下 所以中文不可以这么说了 中文我们创造这个字 我们是用在创造 我们又用在创造 又很有创意 又很创新 今次下令会 没有下午吃 很有创意 叫你不要这么做 创造 Bara 这个字 在旧有圣经 是上帝的monopoly 是上帝专用的 所以我们如果集中看这个字的用法 特别我们去思想 创造这个字眼的含义的时候 或者这是一个锁匙 帮助我们去了解 在以赛亚书里面 创造和拯救 这两个主题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那个方法 如果我们假设了 创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或者以上学者的说法 不单止动听 而且很有经文的根据 但是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能 这么动听的教训 都是捉错了这16章经文的用神 又或者说在旧有圣经里面 这么重要的16章圣经 将拯救和创造的主题 这么集中的来讨论 而我们竟然错失了 它所要表达的讯息 就很可惜 所以有少少耐性 还是我们试试看一些经文 来去看清楚 这个创造的意思是什么 以赛亚书43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就是提到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 你马上看到 在开始的时候 第一节 创造和拯救就一起出现 雅各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 造成你的那位 两个不同的创造的动词 中文翻译就要用创造造成 他现在这样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 够熟了你 创造和拯救一起出现 我曾经提你的名字 照你 你是属于我的 这个开场白 这个开场白 第七节的下半节 呼应 第七节的下半节 就是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 创造的 是我所作成的 是我所造作的 三个不同的希伯来文的动词 都是解创造的 中文就要这样来到翻译 创造 作成 造作 另外 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五节 也都有同样的观念表达出来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四十五章 第七节 我造光 又造暗 我思平安 又降灾祸 造作 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为什么我们选这三节开始读起呢 因为在头那两段里面 四十三章里面 圣经的学者注释这段的经文 来解释 为什么上帝会说 我是你的创造主呢 他们都认为 这道创造的意思 是表达出上帝 简选以色列 这个特殊的关系 所以创造就是 上帝和他的选民 这个特殊立约的关系 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用创造的字眼来讨论 但是 我们留意到 在以色亚书里面 这样将这些创造的字眼 陷在一起 三个这样出现 其实地方不是太多的 刚才我们读了四十五章 第七节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中文就翻译不了出来 如果看回希伯来文 我们仍然会见回 这三个的动词出现出来 四十五章第七节 如果说呢 如果我们在上下文 我们就会留意到 那里说的 其实不是在讨论上帝 创造天地的问题 而是在那里讨论中 以色列遭遇 遭遇平安 或者遭遇灾祸 到底是哪一个决定的 哪一个负责的 才用了创造的动词 来到去交代 掌管以色列的喜乐 不是灾 不是喜乐 是他的平安 或者他的灾祸 他的强盛 或者他的亡国 他的秘老 或者他的归回 这些是很相对的遭遇 这些遭遇 在当时一个民间的解释 就会认为是耶和华 输了给巴比伦的神明 所以你看耶利米 最后结束的时候 耶利米劝他们 不要拜偶像 以色列人怎么回答 犹大人耶路撒冷的人怎么回答 我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现在耶和华都输了 我们还拜他吗 我们当然是试试第二个 在这个诸神的文化背景下 不是有神和没有神的选择 是你要买中谁 开大还是开小 你当然要跟那个 能够保佑你 但是先知在这里 其实就是指责以色列这个错误的观念 你不要以为 你平安的时候 就是由耶和华给你的 因为你拜他 你献祭给他 现在你输了 现在你亡国了 其实都是耶和华给你的 以前的先知已经说明了 阿摩斯出来说他们要亡国的时候 是他们国家最强盛的时候 以色列北国在耶留邦安二世的统治之下 国界和所罗门的时候可以相比 五十年之后他们亡国 但当时一个人都不相信阿摩斯所说的说 上帝决定上帝掌管以色列所遭遇的一切是出于上帝的 如果从四十五章第七节这个解释 读上去四十三章里面提到 我是以色列的创造主 我是创造造作作成 以色列的那一位 那个味道在哪里呢 是否都是这一个掌管的味道是最重要的吗 上帝在这一处表达 用创造的字眼去表达的 其实不是一般学者所 就是理所当然的说 这个是讲到简选的 因为创造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就很自然是那个立约的关系的开始 于是一定是讲到上帝的简选 又很方便地在创造的字眼附近 又找到上帝简选的字眼的动词出现 但这个解释有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同样出现这些创造的字眼 特别在以色雅书连续出现三次 同一类的创造的动词的时候 他那里讲的是一个控制权的问题 多过是这个简选的问题 上帝不会拣选平安 不会拣选灾祸 上帝控制平安 控制灾祸 他是在这一切之上负责决定 和掌管唯一的主意 另外一类的经文 似乎是巴拉这个动词出现 和新的观念一起出现 很多学者在他们的注释书里面 都假设了这件事 假设到一个地步 他们说巴拉这个字一出现 就经常和新的词会一起出现 这是一个福音信仰的学者 注释旧约其中一卷书 是一个很出名的commentary series里面 他说的一句说话 frequently 经常是创造和新的这两类的字眼 是一起出现的 多经常呢? 49次当中五次 这样叫经常 这是闭上眼写commentary 49次当中出现五次 最多你能够说就是 不是没有 有出现过 百分一都未到 我们看这五处的经文 四十八章 以赛亚书四十八章 第六节 第七节 你已经听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 你不说明吗? 从今以后 我将新事 说明是新的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密事 指示给你 这件事是现今创造的 这个做 这个字是Baran 这个字 并非从古时就有 在今日以前 你未曾听见 免得你说 这事 我早已经知道了 我们没有上下文 就有时可能莫名其妙 这一段的经文 四十八章一至到 第十一节 是上帝解释给以色列人听 我知道你们是犯罪的 但是我拯救你们 不是基于你们是怎么样的人 而是基于我自己的荣耀 如果你看到第九节 第十一节 你看到这个意思 中间 由第三节 到第八节 上帝就说两个事实 一个事实就是 以前 上帝宣布审判的信息的时候 上帝说我的做法 就是我一早就告诉你 那件事情没有很久发生 审判没有很久临到 你没有很久亡国 我就已经叫先知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还紧 到你亡国的时候 你一定说是要输了 所以我先预早告诉你 说了 到时候你遭遇的时候 你知道是出于我的 但是和这个古时的事情相对 就是现在了 上帝说现在 我告诉你我要拯救你这个新的事情 是我以前没有告诉你 我特意不说的 因为我知道你还紧 我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会好像 河西亚书第六章那时候 来呀 我们归向而和话 咦咸咸咸 他打伤我们 又必定前果我们 他如何惩罚我们的时候 他又要拯救我们 好像我们唱那首 He那首歌 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 回到那边 He always say I forgive 我早知道你会赦免的 所以没所谓的 你罚我们没问题的 实际上我不告诉你 我会赦免你 我不告诉你 我会拯救你 我特意到现在才说你 免得你说我早就知道了 这段圣经是这样去读的 所以呢 在这一书也有一个的含义 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 基要主义和自由主义 争论 其中一件事就是 争论尔赛亚书的年份的问题 坚持说尔赛亚书四十到五十五章 是被老之前的预言来的 因为先知要讲预言的 上帝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我们绝对同意这个真理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是四十八章的 诗经的问题 那时候上帝清清楚楚话 我特意不告诉你先 我特意不想早就告诉你 免得你在那时候嘴里滑滑 又说我知了 又说没什么事的 过七十年就行的了 那里有个神学的味道 在里面 有个争论在里面 这书说过新的事情 上帝说是我现在创造的 好像创造和新的观念 是连在一起的 另外一段的经文 在六十五章 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 十七十八章 看我做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情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你们当因我所做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做耶路撒冷为人所起 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创造新天新地 记清楚了 所做的事是新天新地 新的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二十二节 背道的文 你反来覆去 要到何时呢 耶路撒在地上 做了一件新事 创造一件新的事 就是女子互为男子 有什么那么新呢 那是这样的 常常过马路的时候 太太拦着你 不要过去看车 这个翻译是一个解释 原文就不知道说什么 原文如果直译 就只能够译造 就是女子围住男子 女子围住男子 那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很大男人的识经学者 就说那就是很多女人围住一个男人 要求嫁给他 那些是自己在那里 在做白日梦 也不一定 我们不知道原本在说什么 但是这里很清楚 也是说上帝创造一件新的事情出来 我们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看见那个经文就是说他创造新的事情 我们很快去看其他那两段 然后我们休息的时候 让你考虑一下 你看看这五段经文 可以怎样解释 第四段 诗篇第五十一篇 诗篇第五十一篇 是大位的忏悔 其中有三节 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上帝也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申有正直的灵 做 重申 申和做 一起出现在一节里面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弃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做清洁的心 给我有个新的正直的灵 这个做和新的关系很密切 一百零四篇 第三十节 你发出你的灵 他们便受做 创造 passive voice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很清楚 bara和这个新的字眼 是一起出现的 四十八 四十九次 动词四十八次 连同一个名词四十九次 bara 创造出现的经文里面 有这五次 是和新的观念 字眼一起出现的 足不足以支持 我们认为 创造 就一定是代表着新的开始呢 如果刚才我们 所看过的五节的经文 在这四十八次 创造 bara这个动词 出现里面 有五次 是和新的观念 有明显 说出来的关联 我们可以有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 就比较上 是无灵两可一些 就是说 如果 假定了 创造 是和新的观念 一定连起来的话 那又何必特意 要强调新的意思呢 要强调出来 就是说 可能 原本 创造这个字 没有这个观念 这个观察 是无灵两可的意思是说 事但一个 都可能的 我们没有一个 准确的结论 但另一个观察 就很清楚 就是说 在这五次之外 我们有更多 就是四十八 减五 剩下四十三次 有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这个创造 其实是和权并直接 间接 明显 或者假设 都连上很密切的关系 以上阿书四十章二十六 二十八节 我们上一堂已经读过 那时候提到上帝 好像一个军官 命令他手下的士兵 出来列队 他创造天上的万象 他呼叫他们的时候 没有一个敢不站出来 这个创造的观念 和权并的观念 连起在一起 二十八节 接着提下去 到底哪一个 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呢 下面那句我们经常都记得 鱼鹰展翅上腾 等候耶和华的重生得力 等候耶和华的人 能够重生得力 就是那些少年人 强壮的人 都会跌倒 都会疲乏 那里是说那些精兵 壮士 勇士 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 是不会疲乏的上帝 二十七节那句说 永在的上帝也会说 创造地极的主不疲乏不困倦 这个创造和这个有能力 是直接拉在一起 最清楚的一节圣经 就是没有可能有第二个解释 就是以畅亚书五十四章十六节 以畅亚书五十四章十六节 是上帝安慰石安 告诉他不用怕 如何安慰他呢 上帝说 吹噓炭火打造合用器械的铁像 是我所做 残害人行毁灭的 也是我所做 将创造一个这么严肃的动词 用在以色列的敌人身上 一定不可能有挑选的味道 也都何身之有 有什么新鲜 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说这个意见很新鲜 那这个完全不是这样的味道 不是这样的意思 没有什么新的开始 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特别的地方 其实是在于说 你不用怕 因为你的敌人其实是我掌管 亚书是我手中的形象 形象就是打你那支象 不是那个形象 不是那个形象 你的敌人是我所创造的 学者解到这一节的时候 就说这一节 其实是例外 就是创造是解身的开始 这一节是例外 那你很多东西可以例外 这一节不是例外 这一节正正就是 Bara 创造的含义最清楚的地方 掌管 权兵 能力 同样的味道出现在阿摩斯书第四章 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三节 是一句赞美上帝的说话 以色列面临审判 就好像打完耶利哥城 私藏了一些财产的阿干 撿丑 撿到他出来的时候 若书雅劝他 你要认罪 归荣耀给耶和华 耶和华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创山造风 将心意指示人 使神光变为幽暗 脚踏地之高处 是什么意思 一连串的说法 山和风都是同意词来的 是能力的代表 山寨盾牌高台盘石 诗篇里面用的字眼 是一个fortress 一个堅固的地方 风你不要用了中国人东方的观念 虚无缥缈 见不到的微风吹忽 不是 沙漠里面的暴风 烈风 强风 狂风 十号风球的风 能力的象征 上帝是那个创造山 创造风 你说他的能力 是不是比这些人世间最有能力的东西 还要更加有能力 他将心意指示人 是指着他在历史上控制一切的事情 使神光变为幽暗 这个不是单单指日月的更替 夜晚早晨 不是 这个指着他有能力改变事情 而最明显的那句话 就是我们最不懂解释的 因为我们没有神话的背景 脚踏地之高处是什么意思 这个高处 这个字 其实是指着一个人的腰部 这里其实是指着一场战争之后 打输了那个就躺在地上 上面赢的那只脚就踩着那条腰 是一幅这样的图画 上帝是那个 这个胜利掌权者 这个创造的观念 出现在阿摩斯书的时候 直接和这个掌权有关 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都提过了 在那树上帝造出大羽 Baraa这个字用得很论识的 创世纪一章 开头用 结尾用 二章第三节用 中间只是用在两个地方 一次就是二十一节 另外一次就是做人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为什么要用Baraa来说 上帝造出大羽呢 这个不只是鲸鱼 这么简单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树是在讲巨蛇 那里是在讲海怪 海神的背景 上帝的能力 掌管 甚至他的敌人 邪恶的力量 都在上帝的权柄底下 《春安琼记》三十四章第十节 你读来读去都说 这里怎么讲创造呢 找英文圣经都看不到 因为学者一致翻译的时候 都决定了创造这个观念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于是他们就自己改了翻译 《春安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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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称为trial speeches 是一个法庭上的争论 这些争论的信息的焦点是什么呢 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到底有没有权柄 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看 不过后面我们在讲到结构的时候 你会留意到我们提出了哪些是这些争论的经文 你可以回去自己看 这个经文都是强调在被老的时候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上帝似乎没有了能力 外邦的神明似乎掌权 才提醒他们 你想清楚一点 你看回头 你再三想清楚 上帝是不是没有权柄的上帝 所以要争论 要争论 不是理所当然 不是必然看得到 事实上当时的人看不到 另外一类的宣布 就是上帝要拯救 的宣布 这处有两种 学者分开的不同的格式 一种称为神域 就是上帝的命令 oracles 另外一种称为救恩的应许 这些oracles 就有说了不用怕 那些的应许就没有说不用怕 但是两类的关于拯救的说话 都很强调上帝是那个有权柄的拯救者 拯救不是单单跟上帝和好 那么简单 不是单单认罪 悔改 那么简单 罪的问题 不是这十六章圣经所关心的主题 有提过 提的时候 就好像刚才我们讨论过四十八章一至十一节 上帝我知道你是有罪的 但是我拯救你 不是因为你悔改 是因为我的荣耀 所以以色列的罪不构成上帝拯救他们的难助 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 是改变了他们的情况 然后他们立即回转过来 在这个拯救的宣布里面 所强调的是神的能力 是神的掌权 是神改变一些他们认为改变不到的事实 好像沙漠 好像帝国的力量 他们在巴比伦的帝国底下 现在鼓烈兴起 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在帝国的铁蹄底下 他们在那时候战经 上帝是管理这一切的 所以才知道站起来 谁兴起鼓烈的 鼓烈是耶和华所兴起 在这一连串的宣布底下 无论是创造的说法 拯救的说法 其实都是直接回到上帝的权并和能力上 在这一章我就想提供给大家 一个关于这十六章圣经的结构的分析 这个分析是我做的 不是抄回来的 所以你大概找不到的 又是你要信任一些细节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来和你去详细的处理 但我想给你看的意思有两个 第一就是一直以来 学者对于这十六章圣经的结构 都有很多的争论 而到目前为止 仍然大部分的看法都认为是没有结构的 先知说话是一段段 后来将它连接起上来 我们找不到一个整体的结构 所以这个说法是很流行的 先知书是没有结构的 你独立起不同的分段来看 逐段看 一个很出名的旧有一个学者 对于十六章圣经的分析 他很精彩的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所讲 争论的格式的经文讨论过 然后宣布拯救的经文讨论过 一个荷兰 比利时的学者 Anton Schultz 他出了一本书讨论 讨论完这些经文之后 他说我们不需要讨论的结构 我们就在这些经文的段落 本身我们看到这十六章圣经的主题 我想是有结构的 因为结构本身也都给我们看清楚 这个主题是什么 其次 在这个结构当中 我们其实看到 那个讯息 是如何表达出来的 很简单来说 这个结构是很平和很对称的 所以你会发觉 我们有一个排列出现了在这儿 开头的时候和结尾的时候 都是有互相呼应的 比如第一段 那个主题是说宣布 耶和华要来 到结束的时候 五十五章 呼应回四十章 那里是迎接耶和华的尼多 中间都有一些对称 这个对称不单只出现在大的段落之间 也都出现在段落的本身里面 如果我们看第三段和第四段 这些有双重的对称在这里 第一个对称就是第三和第四段之间的对称 第三段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作为 相对于偶像是没有能力的 没有作为的 什么是上帝的作为 是他的拯救 所以第四段的主题就转移到 以色列见证上帝的拯救 以色列是上帝的见证人 所以这个三四之间是相对的 但是每一段的本身也都有相对的 譬如第三段你发觉是三个单元的经文 相对另外三个单元的经文 第四段里面就四个单元 相对四个单元 所以这个的结构其实是很工整的 工整的地方就是出现在 这些关于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权能这样的主题 是交错的出现 重复的出现 出现的时候也有新的内容 是贯注在里面 到到焦点的地方 就是第五段 如果你看下去就四十四章 到到四十六章 这一段中间那一段 就完全是集中在耶和华的权能上 无论是争辩也好 无论是应许也好 无论是那个法庭是天庭上面 这个法庭不是在地上是天上 争论也好 也都来到外邦承认耶和华神 是隐藏在以色列的当中 这些全部的主题 如果很大刀阔斧地看 我们不详细来去逐段 来讨论去解释的话 我们是很清楚看到 这十六章圣经的焦点 是在于在被老的政治现实里面 来到去看耶和华神的权柄和能力 那也都直接间接印证了我们说 经文讨论创造或者拯救的时候 焦点不是在于新的开始 焦点是在于拯救和创造 都是上帝那个权柄的章节 在当中我们就留心一个的事实 就是第二段那个的对照 四十章十二到三十一节 是连续三个的争论 都是解释耶和华是有权柄的 相对于这个争论 在五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很熟悉受苦之一定读的 那首受苦的仆人之歌 去到五十四章的十七节 五十四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 不过我们很少读 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启示录 关于新城耶路撒冷 关于那个是象征教会辛苦 我们不知道其实启示录的描述 是根据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所以那个不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天堂 小时候唱主要学那些歌 什么黄金阶 碧玉城 有圣经根据的 圣经是这么说 启示录和以赛亚书 讲到这个新城耶路撒冷 是指着以色列和教会讲的 我们就是那个新城耶路撒冷 不是我们要去那个新城耶路撒冷 分不分到两种东西 很不同 五十四章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安慰石安 安慰以色列 在五十二到五十四章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在说 这个信息其实也都出现在之前 上帝和以色列之间 无论在宣布他的拯救 又或者争论他的权兵的时候 提到 以色列落在这个被老亡国的痛苦当中 没错 国破家亡的仇恨很深刻 没错 自己那个痛苦 那个印象是很新鲜 但是最难令到他们能够克服的一个疯痛 一个伤痕 其实是他们在信仰上面 来到一个几乎破产的边缘 上帝完全消失 耶和华神以前的英许 好像全部都落空 他们今天来到一个外邦的环境里面 在他们面前的是那个皇帝的金像 奏乐的时候 大家要下拜 哪一个是真神 耶和华神在哪里 不是每个人都是坦以理 不是每个都是他三个朋友 大部分落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帝京姐妹说 上到中国做生意 住在里面 周围是什么 那个现实是什么 上帝的权并怎么样表达出来 当以色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先知在他们中间 提出的答案是令他们出奇 先知说你们就是上帝的见证 我们 我们是一帮什么人 这十六章经文里面经常提到 以色列是又核眼 又耳聋的 他们是受尽创伤的 他们是没有能力的 他们是失败的 他们是被老的 上帝的权能 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子民身上 彰显示出来的 是这十六章经文里面经常提醒 上帝提醒他们的是什么 不是他们的辉煌的成就 你们现在落到这么差 你想想以前大卫所罗门的时候 那时候很威力的 不是 不是用石安的诗篇 来提醒他们 反而用什么 上帝用他的审判提醒他们 刚才48章我们已经讲过 上帝提醒他 以前是谁告诉你 你们会落到这样的田地 是我的先知 上帝掌管历史的凭据 不是在于未卜先知 prediction 那个预言的问题 而是在于 发生这些事情 是哪一个掌管的 哪一个负责的 如果要看的时候 以色列要看回头 不是看他们辉煌的一面 反而是看他们软弱的一面 很奇怪 我想来想去 如果让我说 不是这么说的 照人的逻辑 不是这么推 应该说回 你胜利的时候 看你怎么打赢 以动人 是的 现在虽然差点 但是以前也赢过 不是 先知完全不是这么说 先知说 在你的软弱当中 你见不见到上帝的掌权 包括上帝的审判 对于秘老这个事情 没错 历史书的解释就是说 你们罪有应得 你们违背也和话 对于早期的先知的教导 也是同样的讯息 是你们自己招来的 这个审判 但上帝的审判 临到你自己犯罪得罪神 来到秘老的时候 上帝跟他们说 没错 你们是核眼的 是耳聋的 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你们仍然是我的见证人 是我所选择的仆人 仆人之歌 基本上 那个身份很清楚 以赛亚书的十六章圣经里面 从头开始就说明 这个仆人是以色列 在他们的苦难里面 要见证到上帝的权柄和荣耀 没错 上帝的权柄和荣耀 可以彰显在古列的身上 古列是当时的胜利者 是当时的帝国主义者 他横扫千军 去到哪里所向披美 没错 上帝的权柄可以彰显在那里 但是这十六章圣经 更加清楚地 将我们的注意力 由古列带回来 这个软弱的以色列身上 所以五十二章开始的说讲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 这个是其中一个翻译的可能 可能更加好的翻译 就是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 谁敢信 你告诉我 在这个这样 那么可怜的仆人的身上 见到耶和荣耀 谁敢信 一个这样的解释 对于苦难 对于软弱当中 见到上帝的权并能力 的诠释 是以色列不能接受的 直到今天 他们经过了纳粹的迫伏之后 才开始 犹太教里面 很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以前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是他们不懂的 我们很熟悉的 由士堂转开始 埃提亚伯的太监在车上念 以赛亚书他被阳迁到宰杀之地 无声 肥利走到车边走 你所念的你明白 我不知道要说谁 说先知还是说谁 立刻跳上车上 展昭伸手 解释给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我们基督教教会很熟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因为你真的要明白这个主题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稍后我们看下去 讲马丁路德的时候 我们会再看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这章是他们不想读的 这个是他们痛苦的回忆 这个是他们拒绝耶稣 是尼赛亚的最主要的原因 被挂在木头上受就座 如果是尼赛亚的时候 他不应该那么差 不应该那么受苦 不应该那么可怜 但是直到最近 他们经历这些浩劫 他们就要问回头 再一次好像将他们 拉回到以赛亚书四十到五十五章 那个环境里面问 我们是神的选民 因为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 苦难和作为上帝的仆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这十六章的经文 提到上帝的创造和拯救 突出了上帝的主权 他的权兵 他的能力 但是同时 这十六章的经文 将我们的注意力 是带到去一个苦难 受伤 有缺乏 甚至不完全犯罪 的仆人的身上 有谁眼痕 不给我的仆人眼痕 这个这样的转移 就是这个shift of attention 是很出奇的 我们期待的就是 上帝的权柄 上帝的威严 就是在鼓烈的身上彰显出来 先知没错提那样东西 但提的当中的主题 不是在鼓烈的身上 今天都仍然有学者 仍然很想咬 刚刚才出了一本新书 193年的时候 就说 这十六章圣经的主题是鼓烈 鼓烈就是上帝的仆人 我觉得这样读 仍然是看不到 那几首仆人之歌的位置 鼓烈绝对不是 那个受苦的仆人 鼓烈是说耶和华的仆人 但是另一种的仆人 这十六章的主题 的焦点是 建立在这个受苦的仆人 那个enigma 那个奥秘的身上 那个paradox 为什么权兵竟然会彰显 在一个这么软弱的事件里面 我们掌握到这十六章的经文 对上帝的介绍 自隐的上帝 列国 他们来到以色列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说这句话 他们说上帝在你们中间 是一个自隐的上帝 承认他们看极都看不到 怎样可以能够分辨得到 上帝会竟然在以色列的中间 他们看不到 所以四十五章 去到第十五节 由第十四节开始读 耶和说如此说 埃及鲁鲁得尼的古实的货物 必归你 这个是指石安 西巴人他们身量高大 但是投降你 属于你 他们带着锁链过来 随从你 向你下拜祈求 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无别神 再无别的上帝 为什么不重复说呢 如果你记得上帝是L 这个背景 你就明白这两句话 没有其他的神 没有其他的力量 也都没有L 之前有一段的经文提到 这帮列国当中的难民 他们一路走难的时候 因为古列宫过来 他们就祈祷 他们抬着的上帝 L 但是那个偶像不能够救他们 耶和说在他的宣告里面 在这个trial speeches 天庭的辩论上面 说到我就是L 没有第二个L 其实你们一路摆错了 来到这一树的时候 列邦外国的人 他们明白 他说原来上帝 真的是在以色列中间 救主以色列的上帝 你实在是自忍的上帝 15节就有这样的结论 留意这个45章 的14、15节 这一段 就正正是这16章圣经的核心 如果你参考那个结构 如果你参考那个结构 正正是来到核心那时候 上帝的权兵竟然是隐藏起来 这样出现 马丁努德就看到这个事实 他针对当时天主教会那种的威荣 罗马天主教会 那个十字架都比人威荣 不是单单两条木这么简单 很复杂的 有点光这样散出来 所以整个像太阳一样 整个天主教会的传统 在马丁努德的时候 他的形容就是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神学的象征 是很威的 人人都很崇拜 或者很惊讶于 恢复教会的权兵能力 控制的财富的权兵 神圣罗马帝国 对于政治教皇 又操那个生杀之权 很厉害 但马丁努德问 上帝的启示 是在哪里见得最完全的 在这些荣耀的制度里面吗 在这些人的成就当中吗 在教会的影响力上面吗 马丁努德说不是 如果我们要回来到问 上帝的启示的核心 我们要承认 这个核心在十字架 就是最软弱的地方 上帝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 穆曼所说的 Crucified God 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 马丁努德不只是说十字架的 他说得很好 他说 你问我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上帝在哪里 我指向的就是马曹 那个手无寸铁的婴孩 和十字架上 这个戴着荆棘冠冕的死囚 这个是一个自引的上帝 如果我们要找出上帝的荣耀 我们不是在君王 在帝国 在这些荣耀的人的成就上面去找的 上帝选择在十字架里面 来到彰显启示他自己 马丁努德问是什么意思 所以十字架的神学 不是单单说苦难的神学 不是单单教训我们受苦有益 与基督一同受苦 受苦能够拯救我们 不是单单说受苦 而是说启示 上帝怎样启示他自己 高高在上 威猛高大 好像金像那样 不是 上帝选择了无佳形美容 跟出于干地 用一个这样的形象出现 你可以拒绝他 你可以不 你说拿撒纳出来有什么好事 这样的人叫上帝 这个是上帝的启示 这个启示不单止是告诉我们 上帝来到 就是这么谦卑 不是在说这件事 又是回到道德层次上 所以我们要谦卑 上帝都这么谦卑 我们要学他 不是 这个其实是解释了给我们看 在苦难当中 你和我可以怎么面对 巴特在二十世纪里面 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他曾经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 神的神的神圣 就正正是 彰显于 他可以放下 他作为神 一切的特权 荣耀 而人的罪性 就正正是 人不断 要去 夺取 一个超过人之上 的那个特权 和荣耀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这句话 那个意思 我们很少是这样 来到去解释 什么是神性 什么是人性 我们都有 吹吉避凶的本性 所以移民 为什么这么有道理 当然是要找一个 自由的国土 来敬拜上帝 我的儿女 不可以在 无神主义的教育之下成长 我们怎么看苦难 怎么看逼白 怎么看软弱 怎么看失败 圣经给我们 有一个很不同的图画 教会今天 在这个社会当中 是用什么的形式 来到去宣讲 福音 和上帝的权能 是以一个成功的形象 示威的方式 还是以一个 甘心去受苦 这样的承担 来到出现 上帝在哪里 其实归根究底 是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经常都以为 上帝是一个 spotlessly clean 闪耀着荣耀的 很崇高的 一个地方 建筑物 一个大教堂 歌德式的 为什么上帝不可以 一个很骚脏 骚脏的街角 的街头 如果耶稣今天来到 你猜他会是 主教的身份出现 还是怎么样呢 十字架的神学 其实不是单单说受苦 而是指出了 在我们今天所面对 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辨别 上帝的作为 怎么去找上帝 这么说其实很不神学 上帝不是找的 是上帝找我们 但是你怎么能够认得出 上帝在哪里 认得出上帝的荣耀 是怎么样将来的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而事实上 我们的现实又是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被我们的袍 被我们的装修 被我们的装饰品 来都骗了自己 我们都以为 我们是这么威胁的 只要我们穿着 这件斯班袍 我们个个都很圣洁的 事实是怎么样 作为上帝的仆人 的以色列 他们是核眼是耳聋 受压迫的 又是见到上帝的说话 都不明白的 那上帝怎么对他们呢 上帝说好 你做好些 九十分才来见我 我才当你是我的仆人 不是 上帝说 你虽然核眼 但是你可以看得见 你虽然耳聋 但是你听得见 你做我的见证人 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以色列周围去问 我怎么知道 我所信的神还有能力 才知道 你们就是见证 不用去地道找 就在你的软弱 在你的受伤 在你的苦难当中 你去找 上帝在哪里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不是我们今天 站在颈上的金色的十字架 是我们不想走近去的断头台 是我们引以为羞耻的一个记号 上帝在那树 却是最完全的 将它启示出来 刚才我引用巴特的说法 第二个含义在背后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去认识上帝 我们到底是从人的文化里面 对于权柄能力的观念 去追上帝 以为我们在上帝 自己选择的启示的焦点里面 去问什么是上帝的权柄和能力 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 也是我们如果要讨论 文化和信仰的关系 来到最后的两堂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在文化的当中 我们很容易会被文化本身 hijack了我们 劫了我们 老了我们 跟着文化的观念而去 索造文化当中的上帝 启示 却是很出奇不已的 在这个现实的当中 向我们展示出上帝 那个出奇的能力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主权 在软弱的当中 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王 这个是我们很不熟悉 很陌生的 是我们简直不可以相信的 刚刚刚吃晚饭的时候 买了一本亚洲周刊 其中有一篇的报导 讲到在广州 一个很贫穷的农村里面 一帮基督徒 一个礼拜堂 报导的人不是基督徒来的 这个记者是一个非基督徒来的 但是他说我看见 在这个贫赤 希望工程称为 什么极寒的地区里面 真是家屠四壁 我看到这帮基督徒的封城 不知道我们这么丰富的 香港基督徒 看回来的时候 我们又是不是真的这么丰富呢 如果九七 不幸地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而不是我们经常都很希望的转机 又是不是真是一个就座呢 我们怎么看回今天 历史的进程 是从一个荣耀的神学来看 于是人都要去北美 因为那里很荣耀 还是我们能够从十字架 现在不是了 失业了 那些礼拜堂都很漂亮的 现在在特朗普遍一起一家礼拜堂 六百人坐的 进去的时候二百人 半年之后已经五百人了 很荣耀的 香港呢 糟了 我们六十人 现在还在整个执事会一起移民 不要说牧师传道 没错 我们眼痕 我们耳聋 不等于上帝的权柄 不在我们中间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不可能来详细讨论 马丁路德那里也说不完 就算旧约也说不完 但是最得限度这一堂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以赛亚书 这个被老的历史的时期 先知这个讨论里面 或者帮助我们有教正一个不同的观点 起码是一个开始 一个不同的开始 我们低头祈祷好吗 天父我们真的需要 闯开我们的心 来到学习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求你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帮助我们不是单单读圣经 好像读几千年前的事 而是我们看到今天 你在我们中间 仍然是那一位不变的上帝 是那一位从耿鼓到永远 值得我们顺来的上帝 主要帮助我们 求你的道指教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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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